二手指标屋苑楼价向下 利家各地产指出 该行统计的全港五十个指标屋苑 五十屋苑 二手家权平均实用尺价 于十月跌穿1.40,000元 到13,725元 年跌六个月类挫9.38% 今年首十个月楼价合共下降10.63% 料十一月的平均尺价 再挫约3% 利家各地产研究部数据显示 十月五十屋苑平均尺价报13,725元 按月错2.7% 连续三个月录得预2.2%按月跌幅 并较9月的2.1%回落幅度有所扩大 最新尺价 与去年八月录得的历史高位15,718元比较 累计下跌12.68% 该行统计的50个屋苑之中 有35个或七成屋苑 在十月录得按月尺价跌幅 当中跌幅较显著的屋苑包括 新浦江寓、港湾 按月尺价急射12.5% 最新平均尺价为16,190元 而传统的十大屋苑之中 则以周遇冲泰古城最惨情 十月平均尺价16,294元 按月削10.4% 交投量方面 十月五十屋苑录得451宗交易 按月涨近一成 为今年首十个月共录得5,294宗 较去年同期的8,755宗大减近四成 利家国地产总裁廖伟强说 市场原官网10月施政报告等带来好消息 但最终落空 加上利率向上 楼价跌势加剧 他认为 11月本港再次加息 和经济表现呈现收缩 市场普遍看淡后市 11月楼价跌幅势扩大至3% 12月和明年首季楼价 将持续偏远 代明年农历新年后 才有望出现回稳的契机